每個人都曾經遭遇過困難 如果可以選擇勇敢現代 最終都會取得成功 分享平台We Like Hong Kong 舉辦努力入明天故事偵襲比賽 邀請市民分享個人或企業的奮鬥禮智故事 為香港社會帶來正能量 大會日前舉行頒獎典禮 除了有高官名人出席 亦有不少嘉賓表演 或分享自己面對逆境的經驗 We Like Hong Kong 成立董事葉慶寧就說 本港社會近年雖然經歷碟檔 但只要社會各界邪心協力 一定可以克服困難 無論旅客也好 香港人也好 就有些信心 多些來香港 從而可以刺激一下 零售、餐飲、旅遊等 比賽分成企業組和個人組 其中最具藝力個人故事獎 由製作傳統中國長衫 和旗袍超過60年的蒙師傅蝦德 做而優質教的他 現在更加教出不少得意門生 很開心的 因為那些學生 每個人都很有心思考去學 真是想認識中國女士們的服裝 企業組方面 專注將中藥現代化的 培力控股有限公司 可以說是大人家 一舉奪得最突破創新企業獎 和努力有命天次轉大獎 其實香港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我覺得 只要你有一個理想 你有一個好的信念 你有正能量 你有揭而不捨的精神 有希望 我想夢想是很容易成真 活動一共收到超過150個 具代表性的故事 鑑人頒獎嘉賓和評審的他們 都對參加者賺不絕口 有企業 有個人 全部都是很感人的故事 和很成功的個案 每一個故事 都代表了一個很好的設計主題 一個很好的設計的意念 和代表著香港精神的東西 給我們的牌子 去參考 去創作 去學習 獎項雖然有限 但每一條短片都充分展現出 港人永不言白的特質 相信努力有明天的精神 會一直傳揚開去 HK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